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卡如果你在尝试夺取这个小镇失败了之后会触发这个剧情 意外遭遇strange meeting 咱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这边武装突袭3专门出了官方的中文版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换官方中文版加上这个重制版 就一切就更完美了 好咱们来看一下计划 我们在尝试夺取Montek那个小镇失败之后呢 敌人又获得了增援 咱们得驱车前往该处搭上一些这个 有军的官兵前往Morton撤离这个Avron地区 这个Avron地区呢 之前这关也是在Morton地区作为这个撤离点的 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此处 所以说才被迫与当地的游击队打了个照面 好看一下这条路虽然说是开车 路还是很长的 好咱们开始 这个地图呢 这个重制版的里面这个地图呢 特脆啊 特别翠绿翠绿的 富有一幅春天的气息太绿了 当然我知道在这个 我今天解说的时候正好是七夕节 这个七夕节说这个事儿可能并不是那么合适 没关系 反正这里面绿帽子还是很少的 好 马上搭档卡车 搭档卡车 然后搭载咱们的士兵撤离这个小镇 前往摩尔城地区 大家请上车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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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不用付钱 好 走 哦 这还有车 好加油吧各位赶快赶快前往摩尔城地区吧 赶快赶快赶快开吧 等一下 前面这辆车应该是flammable 是这个油料车 所以说咱们要离它远一点 超车超过去 跟随了前面这辆侦查机谱 马上前往摩尔城地区 我们感觉 是不是队友有蜡霞 在小镇里面的感觉有没关系 咱们持续前进 持续前进 等一下我接一个微信 马上回一句就回来 咱们持续前进 咱们持续前进 不好意思各位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这个 遇到的比较烦的事 带我处理一下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咱们持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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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玩武装突袭 这样的游戏 是特别紧张的时候 特别需要去 眯缝着眼睛 观察屏幕当中 每一粒像素的情况 确保 这个你 这个周围 看上去 不是树 是敌人的 这么一个游戏当中的时候 突然有个人 跟你发一些微信 然后 这事还 不是那么容易处理 就会特别的 反 不过没关系 差不多 这个事处理完了 咱们马上可以回来 咱们继续 阿姆斯主长的 这个 新路里程 好 开始 一不小心就超过去了 没关系 赶紧往前走 但愿意路上 不要出什么事 但是我知道 一定会出事 要不然 剧情就不是这样了 我们看看 这事怎么出 关系是 看这事怎么出 我听到右侧有枪声 怎么回事 有敌人吗 没错 没错 咱们去等待一下 这些右侧的树林里面 很有可能 藏有敌人的伏兵 非常有可能 也许他们知道 我们在这边进行机动 正在进行撤离 准备要挡个伏击站 绝对有这样的可能 咱们要小心 我感觉是 这个小镇里面 有些士兵 落在那边了 然后一直在 奔袭过来 徒步奔袭过来 前方有冒烟的地方 好 我们看到前方 可能是个交战区 咱们要保持警惕 保持警惕 前方有一个十字路口 有一条主干道路 和一条小支路 这个路牌应该是这个意思 没错的 没错的 那么这里就很好判断 咱们的位置了 这里有一条小支路的话 我们看一下咱们离 Morton还有多远呢 先看一下周边有没有敌人 没敌人的话 好停个车 等一下 等一下 好的 停下车来 怎么 怎么回事 沿着右边小路过去看看 然后继续前往Morton 没事 撤就撤呗 还非得去看一下 这一看估计就出了问题 我们离Morton还有一段距离呢 还有一大段距离啊 咱们开这个小路上去看一下 这右侧有交火 为什么让我们去送死呢 嗯 还是说他看到了这个小路镜头 有什么东西吗 是敌人的一个据点 还是我方人员这个抛出的什么烟雾信号 或者是 其他有什么明显的一些意外的情况的标记 在那边出现 不论怎么说 咱们还是前去查看一下 好 前面有这个可能有敌人啊 可能有这个交战的地方啊 我看到前面有烟雾 正在保存游戏啊 一般来说在武装突袭里面 看到正在保存游戏 这个对话光弹出的时候 下面就要擦亮眼睛 然后来开大量的开启 你的肾上腺素的这个开关 然后就要开站了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啊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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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冷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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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受到敌人正在那边埋伏 或者是干嘛的 有人员伤亡的尸体 目前无法分辨是我方还是敌方 我感觉是敌方的人员的尸体 感觉是绿色的 虽然我知道1985年美军采用的迷彩 也是一个丛林迷彩 也是绿色和棕色黄色相军的迷彩 但是从这游戏搭载的模组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速军士兵 速军士兵这有伤亡的可能 说明说那个镇里面可能有咱们的人员 在那边前面有房子 说明那个房子周围可能有咱们的幸存者 咱们得去救他 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 准备 这疑似很对啊 就这样往前走 教我 感觉不同距离的感觉不同方向上 有敌人在向我放射击 赶快往前这个卡车里扑一倒 扑击 好 看一下大概在什么地方 还有RPG 我靠我们是中埋伏了 他知道我们会有派援军过来拯救 他们受了一个埋伏 丛林那边有RPG 然后城镇里面也有敌人在做射击 好击毙击毙一名敌人 好的击毙多名敌人 好的 这个小木屋啊 都是这个埋伏的据点啊 像咱们之前在做这个车队护卫的时候 就是小木屋就是敌人的这个伏击据点 很适合的一个伏击据点 前方有一个我方的车辆 被这个做了个埋伏 被伏击了 然后呢 人员应该是 当时被伏击之后 应该会有几个幸存者正在挣扎 然后击退了部分速军的进攻 但是没有挡住这股潮流啊 这个所有人员全部阵亡了 可惜了 可惜了 咱们看看怎么办啊 哎呀 我们的卡车也被击毁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得徒步过去 好吧 走一公里呢 走吧 哎 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的卡车遭遇了伏击吗 是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可能苏军在包抄我们的后路 切断我们的交通工具 可能是这样的 他们要做各个击破嘛 那就是经常是摧毁小谷人员 然后呢 做个埋伏 等待更多的这个美心人员进驻 然后再做埋伏 极大的想摧毁我方的有生力量啊 这是一个惯用手段 守住在土 咱们继续来穿越这个秘铃 这个秘铃是 我仍然依稀的记得 我仍然清楚的记得 这个在 山内行动冷战危机重制版的第一章的第六关 绝境余生啊 那个那关有多么的可怕 天哪 在密林当中一个人逃 然后要摆脱这个一个班的苏军 还要摆脱两到三长BMP 大量的流动了流动步兵哨 然后还有敌方的直升机 然后一个人跑到这个 长距离奔袭到一个森林的某处 然后还被抓了 还被苏军抓了之后 幸好被当地的反抗军救了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关当中 这个巨型会怎么发展 虽然我知道这个结果 可能都是那个结果 但是就看一下中途 它的过程到底是怎么走 一定要注意左侧 这个密林当中 很可能有苏军人员 巡逻人员在这边巡逻 因为他们听到了 我们这边的交火的枪声 他们现在是正 正在这个剿灭 这个美方残余人员的这个势头上 所以说是一定是非常热情的 他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倾脚的行动 特别热情 特别的积极 特别的有主观能动性 好 赶快跑吧 焦火 不要挡 不要挡 哎哟 这两个人挡在我前面干嘛呢 不找我掩体啥的 左侧 天哪 不好意思 不是我杀的 没事没事 不是我杀的 是敌方的这个扫射到了他 还好还好 要不然 要不然 这个一辈子负罪感 就一直被他纠缠了 这是个医务兵 医务兵被打死了 哎呀 怎么不知道自己找个掩护啊 什么的 哎 其他人呢 我的队友们 你们去哪了 你们怎么能抛弃我呢 你们如此的绝情 冷酷 也没看到尸体 那是他们跑远了 我在这边练战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追一下 咱们往某城地区 追一下 哎 哦 在前面 他们在上面 他们在上面攻击 那我正好做一个迂回包抄 到这个树林后面去看一下 好的 敌方正在前面射击 大概的方位 我了解了 在那个地方 咱们就绕远一点 动用这个植被做个掩护 目前敌人还没有发现我 撤离区附近 发生焦火 请加快撤离 哎呦 赶快咱们得出步过去了 咱们 既然队友丢下我了 那我也冷酷一把 让他们去 纠缠敌人吧 啊 啊 天呐 这还是和原来剧情一样啊 摩托地区已经被敌人占领 撤离区占领之后 啊 天呐 我们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把我方人员在上方 吸引敌人的火力 我得去 我得去帮他一把 哎 哇哇哇 哇哇哇 前往新的撤离点 好 和之前一样有一个 Echo Alpha Six Four 咱们要去Echo Alpha Six Four 这个撤离点进行撤离 这是个新的撤离点 咱们得赶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这么说话 Echo Alpha Six Four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 没事 这应该属于这个配音失误吧 可能是 没办法的事情 好 咱们让队友吸引敌方的火力 然后自己赶快赶过去 赶快赶过去 哎呦天呐 BMP啊 前方有 这怎么办 主观道路上有一个BMP Morton地区有敌人 就差这么几分钟 就差五分钟的时间 啊 天呐 行吧 保存一个 咱们又得回归到这个潜入作战的一个人的这个 一个人的遭遇当中了 一个人的作战当中 这个充满着恐惧和需要耐心的作战当中 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啊 只剩我一个人了 哎呀 来吧 咱们耐心一点 哎呦哎呦哎呦 后方有敌人 我得去处理一下 哪儿呢 什么地方 哎呦哎呦哎呦 啊啊 OK击毙 但愿但愿只有一名敌人 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敌人巡逻兵的 我看到 呃怎么办 有一两BMP 有三名巡逻兵 这边有烟雾 可能还会有敌人的更多的部队在这边存 留 呃 又一个巡逻队在下面的位置 三人一组 两组流动巡逻兵 然后有一个流动的BMP战车 摩城地区是 焦火严重 可能有敌人的大量部队 咱们得尽量避免摩城地区 尽量的避免前往摩城地区 啊 存个盘 他们三人一组巡逻兵的位置 正在朝另外一个方向前进啊 正在朝摩城这个地方看 所以说呢 正好看不到我 敌方的前面那帮巡逻兵也看不到我 那我正好 前往咱们这个道路内侧的树林当中 做个掩护 赶紧的啊 趁这个BMP还没有回来 哎呦 哪边向我开火 感觉像是从摩城镇打来的 打来的机枪 不会是有敌人的BMP或坦克吧 我靠那怎么办 哦 坦克应该是个 赶紧趴下 哇天呐 应该是辆坦克 不是T72 就是T80 就是T90 像我发射了一枚高爆弹 还好打在我前方的这个 小山腰上面 要不然就 一命呜呼了 好吧 咱们的耐心玩 首先 确保这辆坦克应该不会开过来 然后要躲两 至少两组巡逻队和一个BMP战车 咱们只能够低调的往前走了 做好观察 前方的BMP战车回来了 他们大概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做个休息 好的 在那个位置 寄牢 在一个大树的 这个 右侧大概50米的位置不到 两侧巡逻队都没有回头走 那么我继续可以向前爬 作为一个体能分配 这个 尽量的 停下观察 观察同时 休息 休息的同时 准备体力 然后来快速通过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一定要是快速通过的 这个 我之前也 这个一直 一直在强调的自己 要做好这个 要完成这个 这个习惯 要就巩固这个习惯 因为道路是敌人的巡逻车和巡逻兵 最快能够到达你 这个地区的这个方式和途径 就通过道路到你这 一辆这个BMP 或一辆基普 一辆卡车 拉一堆兵过来 你就完蛋了 那更不要说坦克了 其他的一些反人员的车辆了 好 咱们到这个书这 稍作歇息 然后咱们来主要观察一下 这个两组巡逻队 他们会 怎么走 先把敌人的路线先搞定 搞清楚 这个不像绝境余生那么难啊 感觉绝境余生当中是各种不确定因素很多 高速运动的巡逻队 然后各种BMP T系的战车 在你周围 像蜜蜂一样转着 然后头顶上还有个直升机 好 远方的那个巡逻队往左走了 看来他们的极限就是到那 然后BMP战车正从远方开来 那就是说 但是不能确定这个巡逻队和BMP战车的 这个运动规律是什么 因为他们的时间并不是一样的 我们先等待右侧的巡逻兵什么时候归来 咱们先不急啊 既然这个 在没有摸清楚敌人的行动的空间的时候 如果你贸然行动就会被抓个正招 虽然我知道最后也是被抓个正招 但是总还是晚一点被抓个正招 要好一些吧 好 我感觉敌人巡逻兵正在向我这边走了 左侧远方巡逻兵没有问题 我刚才似乎看到草丛当中有什么动静 咱们稍坐等待 千万不能够急 难道是我看走眼了吗 没有巡逻兵过来 哦 有的 看到了 他们正在往这边走 还好 还好 哎呀 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兴 看看刚才我是没看错啊 距离前方大概75到100米的位置 这个巡逻队应该是三人一组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三人一组 看看他们左侧的镜头到什么地方 然后大致确定一下他们的这个来回的路线的时间 好 他们停下来了 这个时候远处的BMP也开了过来 看来他们到这边是尽头了 好 我等待这三位巡逻兵走过去之后 我们就往前进入前面这个小树林 然后咱们通过下一个路口 就是这个BMP战车所经过的这个路口 这个时候一定要耐心 一定要耐心 因为之前我知道绝经余生的后面是什么结果 这一关后面也估计也是这么个结果 所以说咱们就可以慢慢来啊 争取争取 我争取是一遍过 虽然我知道一遍过非常的难 非常难非常看运气 但是我争取一遍过吧 尽力尽力 好的 准备行动 这个现实是这么个情况啊 如果你是趴着通过这样的草丛的话 有可能你的路径会被你后方的敌人发现 所以说呢 一般来说尽量要避免这样的穿越的行为 你可以穿越 但是尽可能的不要 让这个你周围的这个境地面的植被和一些物体有太大的变化 不要留下明显的 不要留下明显的人为的痕迹 有这样的设计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想想这个现实状态当中 现实状况当中是不是需要注意这一点呢 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应该没事有必要去了解一下的 好 咱们快速的到达这个树林当中 然后看一下远方的巡逻队 他们正在背离我的位置很好 那然后咱们就尽量穿越这一地区 然后在这个巡逻队回来之前 继续匍匐前往 这个大树的位置 咱们要穿越这个第二道主观道路了 这个地方呢 我是直接走过去呢 还是趴着过去 这边应该是没事 但是我还是小心一点吧 因为是这样 如果这个地方巡逻队的来回时间很长 加上你这个匍匐前进的话 一旦时间拉长之后 你很难就是心中有数 你大概这个他们的巡逻队的这个往返时间是多少 刚才我应该掐个表的 没有注意 应该掐个表的 这个如果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的这个充足的话 咱们充足的话 咱们应该要掐个表的 这个虽然我知道 这个苏联士兵不像这个德国纳粹时候的士兵 那么士兵那么死板 一定是精确到几秒来完成这一段路 但是仍然还是有必要 掐一个秒 获得一个时间总是心里有一份底 心里有底之后呢 你行动的时候呢 起码就会更加的有底气 会对你来说更加灵活 虽然说你现在是没什么灵活可言 但是总之心里头有一个底还是好事 好 咱们继续往前 注意观察 目前太阳正在下山 我们能够判断 我正在前往东南的位置 我不知道这个 太阳是不是正东还是东南 总之前往那个方向是没错的 我们可以向太阳的这个左侧 稍稍偏一点前景 做一个周中 但是在前景的同时 咱们还是要注意 咱们穿越这个下一个主观道路 将会以怎么样的路线前景比较合适 我看一下啊 目前我是周围的植被 已经挡住我的这个身体了啊 视线了 基本上是看不到那两个行动队会怎么走 咱们就马上向前到达那一棵树的前方的位置 然后趴下 等待这个装甲车过去 等这个BMP过去之后 然后马上通过这个主路前往前方的树林 虽然我知道下一个路口应该会更有难度 时间就更重要了 所以说呢 我先 我先沉默一会儿吧 也更希望自己能够专心的完成这一关 争取一遍过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能一遍过的话 也就是因为可能会和这个BMP打个照面 所以说我还是 我先沉默一会儿啊 专心的打一会儿 然后再 komun心的打一会儿 你会看到这一棵树林 也就是说我一遍过的 词 没有 就不再我们去 我说 到了 这是一种东西 这是一种画面的画面 就在我周围 车停了 咱们往前看一下 他们应该看不到我 他们还有大概50米的位置 50米的样子 咱们稍微等待 先保存一个 似乎是走了 似乎是走了 咱们继续往前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他下一轮回来之前 我可能仍然无法穿越马路 所以说我打算 我打算再等一波吧 咱们在这个树的面前 这个地方 离树大概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咱们再趴下一下 等待这个装甲车再 等待这个BMP再来一波之后 我们再前进 这样的话 刚说他就来了 好准备 采取最低姿态 好 他停车了 好 我肉眼能够 漂到这个装甲车上面 坐着一些人员 好 趁他走着之后 咱们休息够了 然后咱们马上穿越这一地区 这路怎么那么长呢 我们看一下 远处看这棵树和路 是贴在一起的 但是近处 可能他们会有还有一点距离 我现在还不好判断 我离路大概有多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啊 我觉得我应该 再等一波 再等一波吧 希望在这个位置 应该不会被发现 好 好 这会儿也休息一下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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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他们来了 准备好 看一下啊 他们大概在什么个位置 好 我看到了 看到了 还是很近的 还是很近的 大概只有40米不到的样子 30米左右 30米以内 正在转圈 好 咱们准备好 走吧 赶紧的 快 赶快穿越这个主路 赶快穿越 赶紧穿越 好 这个电线杆已经到了 看到路了 好的 赶快吧 赶快 爬过这个路 注意道路两侧的情况 继续前进 往前爬不要停 咱们就往东爬吧 往正东方向走 那个是太阳路山的位置 没错的 等一下 我感觉 帝君正在返回这个位置 有时候武装突袭三 总是会 在关键时刻 突然 改变一些很奇怪的姿势 但愿他不会看到我 但愿他不会看到我 我天哪 做好战斗准备吧 但愿他不下车 但愿他眼睛不要往这边看 好 你们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 继续往前开 不要回头 很好 谢谢各位的配合 应该没事了 哎呀 天哪 真是的 好 继续往前走 心跳加速 血压上升 肾上腺素分泌过往 这是刚才 我的身体的变化 赶紧保存一下 走走走走 哎呦 我靠 哎呦 我靠 哎呦 啊 天哪 不要啊 你每次这个AI都是大老远的 就看到你一个 基本上一开发 看到一苍蝇就对你射击 然后还打中你了 啊 赶紧趴下 这个BMP可能已经听到枪声了 听到枪声之后 他可能会赶紧反应 所以说咱们还是得赶紧进树丛 摆脱掉他的这个追击 先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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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会怎么走 好像应该没事 当时地方的摩登 当时地方的这个在摩登的人员 像我开火的时候 这个BMP应该在另一头 没有太注意 可能是 所以说 咱们还是赶紧跑吧 嗯 有个音乐剧叫走进森林 我现在就是内心的感受 就是他的那个音乐剧的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Into the woods Into the woods 赶紧进森林 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但愿森林当中没有什么 伏击 希望森林能够直接指引我到最后那个触发剧情的位置 好 咱们赶紧走 赶紧走 赶紧走 哎呦 终于穿越了这一片死亡地带 穿越这一地带 比这个追击余生的话 稍稍稍稍稍简单一些 但仍然不简单 仍然不简单 需要掐好时间 并且需要临场反应 呃 好 咱们继续往前走 到达这个Echo Alpha 6-4的位置 嗯 我现在没有GPS不能够确定我的位置 我也不能让自己报方位啊 周围也没有任何的参照物可以参照 我只能说是我从这刚这从这爬过来 可能在这个附近 总之往东边的位置走总是没错的 贴着这个北边的这个树林的眼 然后摸索前景 就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一关了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能够一遍过这一关 虽然说目前说这话可能为时尚早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能打到这儿 也是相当有运气的成分在 希望下面不要有多余的人员 敌军人员出现来打扰我的心情 OK 处罚剧情了应该是 啊太棒太棒了 OKOKOK 终于到这儿了终于到这儿了 一边过一边过 不错不错 好的 Armstrand在这个树林里面迷了路 然后呢 突然 背后出现了一些敌人 放下武器 脚枪不杀 唉 大口脸跑到这儿 还是被抓了 床 有军事兵已经被击杀了 被苏军所肃清 这个设理点是 已经被肃清 哎呀 带有这个管风琴色彩的 宗教的 带有悲剧性色彩的一段 小调响起 营造了 一个低沉的气氛 Armström被抓了 嗯 长官 您被抓了他 他死了 17582 领导 David Armstrong 把他抓到死亡 好 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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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在营帐里面待着 等待反抗军的反攻 咱们不着急 这帮苏军士兵的末日即将到来 这是创作者 创作者所设定的 你们逃出不了的悲剧性命运 等待吧 拿上枪 好的 我们看到了我们敬爱的反抗军兄弟们 已经到这儿来了 各位大家好 我是大卫阿姆斯特朗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拯救我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我想见你们的指挥官 这个 这个 哎呀 忘了啥名了 想见你们的指挥官 我有重要情报 向你们的指挥官解释 这个重要情报就是 美军只剩下我一个人 并且短期内应该不会回来进攻 好 你还活着完成了这个任务 总之这个任务 现在完的话还是 很不错的 需要你耐心的通过这一切 通过这一切 观察 行动 不着急 不着急 好的 那么咱们今天就暂时先说到这儿 咱们以后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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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